在封建王朝时期 我国几乎一直实行着重视农业发展的举措 而农业的大力发展也使粮食储备变得很关键 各朝各代为了更好的储备粮食都做出了很多努力 隋朝所修建的储存仓 寒家仓就是其中的里程碑之一 在上世纪建筑工人为了开发铁路轨道 而进行的土地挖掘中 突然发现了一个遗址 随后在政府的报备下 历史学家组成小分队 对这个遗址开始抢救性挖掘 一开始他们以为这只是某个朝代的私人粮仓 结果在挖掘逐渐深入的过程中发现 这个粮仓的规模远远不只是小粮仓 他们总共挖掘出了280多座粮教 并且最罕见的是 他们还在160号粮教里发现了 大概有50到60万斤多的谷物 专家用仪器检测的时候 发现这些谷物有52%的有机物成分 甚至在被取出来保存之后的第二天 有些谷物还奇迹般的发芽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从寒家仓的结构 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原因 寒家仓本身所处的地方 其土壤十分干燥 而且遗址附近没有多少地下水源 这就避免了粮食存放时 因为湿度太大受潮不能吃 寒家仓每个粮教几乎都是米钢形状 底部面积小 中间最大上面收口式设计 再加上最底层扑上草木灰 上面一层竹席 一层粮食的层叠放法 不但透气 更是起到了格式保温的作用 如此精心保存粮食 也难怪其中存放的谷物 能在这么多年之后还能发芽 这种承载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技术 值得如今的我们学习